哇 哥 我们家梨可以吃了 哎 那梨还没熟呢 硬慢慢的能扔掉你的牙 走了 但是你牙口不好啃不动 不过你放心 我能用它给你做三道名菜 哎 你是好吃你要多吃点 不好吃你多少也要吃点 上辈子闹计划 活着不多吃点 哪要走后多供点 哼 哥 那上面那个大的我够不着 够不着 别摘了 啊 哥 哥 救我啊 啊 兄弟 你没办法 真是不大聪明的呀 哥 我衣服破了 我来吧 我看老牛 哇 你怎么那么小的都在来啊 浓缩才精华 懂不懂 可以 够了吧 我先尝个甜不甜 哥 好像很甜哦 哎呀 给我 给我 骂死了 慢一点啊 知道了 四分之一处切开 超出锅了 加入银饿百合 倒入清水 上锅针 你跑那么快干嘛 不腿肠啊 我看你是嘴肠啊 包去虾壳 虾背部剖开 淋切成小块 加入蛋清 盐 淀粉 料酒 搅拌上浆 油纹六层下锅炸 炸至定型加入梨块 炸至微环捞起 花椒粒炒至酥脆 碾成粉末 清水加入白糖 盐 淀粉 勾芡 倒入炸好的梨和虾 翻拌均匀 撒上花椒粉 加入枸杞 好了 起锅 再来做个小吃 尼丝胡萝卜丝 加入面粉 鸡蛋清 搅拌均匀 倒入锅中 煎制定型加入鸡蛋 好了 装盘 撒上芝麻 嗯 清甜爽口 微微的麻 这几种本不可能在一起的味道 碰撞在一起 还真别有一款风味 哥 你再尝尝这个 嗯 清甜爽滑 特别嫩吼 不过好吃是好吃 为了找一个梨 破了件衣服 真不值得 哥 我就是看你咳了好几天 那你去看看你又不去 就想着炖点梨给你嫩嫩吼 看来真的是长大了 也要不用再宠你了 不行 哼 哼